我没有谈过恋爱 我没有睡过 Hello 大家好 这边是银河超 大家好 我是谷阳 谷阳呢 是苏州美猴王 我是熊诶 你真的是熊吗 这么大 难道不是熊吗 谷阳呢 是张大华的好朋友 这次呢 他来行都来找我玩 我是来偷情的 不是来找你玩的 我跟张大华报位了这个信息 张大华的第一反应是 小芬打上门了 被偷家了 我是来偷情的 不是来找你玩的 平常跟谷阳聊天的时候 他就经常抱怨啊 说他自己没有对象啊 所以你的择偶标准到底是什么 我的择偶标准其实蛮简单的 只有那么几点了我想想看 第一 你得是黑皮 然后肌肉 憨憨 胡植 要慢一点 哦 一定要有胡子 你是在选秀吗 我在选对象啊 我觉得市面上能满足你 这些要求的寥寥无几啊 你们两个人在一起生活的时候 有工资是谁来管的 我之前有出过一期视频 就是两个人在韩州生活一个月 需要多少的成本 如果大家感兴趣可以往前翻一翻 那其实我们生活上的开销 其实只有房租我们是A的 其他我们是不A的 就是所以说 倒也没有什么主导不主导啊 就我们不是很计较这些东西 那你们会做菜烧饭吗 会 谁来做菜烧 一般都是张乃华来做饭 他来烧菜 他来做家务 他来 这么一听好像他做的事情很多 那我做了什么 我想想我做了什么 我在他烧菜的时候 偶尔过来尝一口 就那种试吃员你知道吗 好幸福啊 淡了 好咸 说你老婆也不容易吧 我觉得还蛮辛苦的 我觉得我的对象真的是一个贤妻良母的典范 贤妻良母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会遇到什么烦恼吗 会吵架吗 会 经常 经常吵吗 很经常吵架 可是我看你们的抖音好像一直都挺恩爱的 可是我还蛮想看你们吵架 观众应该也挺想看的 那我改天创一个小号 上面就叫做什么 林超跟张乃华撕逼的日常 我觉得情侣之间肯定会多多少少有很多的矛盾 但我一直是跟张乃华说 两个人之间有吵架有矛盾 但我们是奔着解决去的 如果大家有情绪什么的 那我们回过头 过去之后也不要再去把这些事情再拎起来说 就当时的时候有情绪把这些事情解决掉就好掉了 好棒的老公啊 好羡慕谎话 你知道我身边的朋友有一个特别夸张 他甚至说每一次恋爱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份PPT 就是他们谈恋爱吵架之后会总结 这次吵架的原因是什么 谁要是下次再拎起来说就饶不了谁 那他们谈的蛮累的 那我宁愿不要谈 然后我一开始我跟华华说 我说这个方式还不错 但后来我们太懒了 我说算了不要搞了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们谈恋爱之后两个人还会去酒吧喝酒吗 会啊 那你会在酒吧喝醉吗 其实我酒量不是很好了 我会尽量避免自己不醉 但是张蓝豪在每一次我去酒吧之前都会跟我身边的朋友讲 你们今晚啊林超多喝一点 喝的越多越好 那我就很奇怪 一般来说不是 大家都会说 你对象是少喝一点啊 对身体不好啊 张蓝豪说你他妈给我使劲喝 他真的很享受那种把我带回家之后 让我在床上自生自灭的感觉 他太可怕了 嗯 夫妻小情趣还蛮多的 你会家暴壮奶花吗 当然不会啊 可是我上次来你们家的时候 我好像看见你们在冷战 一般我听到好像说 如果铃声起了一阶阶阶阶阶就好啊 这种话应该很常见吧 这可以说的吗 最直接的就是用这种方式 让他脑子里面什么都别想 我挺想要这种朋友吧 突然好像羡慕夫妻生活 你大家记不记得我最早发过一个微博 我说啊 就同居的时候 太多X怎么办 后面的时候 也会对工作上面会产生运的影响 有时候也会需要一些其他的方式 来获取新鲜感 然后后来就看到了这一款 杜蕾斯的幻觉多数XXX 比较好清晰虽然的安全 具体的使用方式呢 就是大家自己脑补就行了 现在我唯一的感受 你知道吗姑娘 睡觉真的特别踏实 我懂 发自内心 你懂什么 你不是没谈过恋爱吗 你懂什么 我觉得谈恋爱不论是生理上还是心理上 真的是一件蛮让人快乐的事情 忠心的祝福里能找一个什么 黑皮粗腿 带胡子 肌肉 胡子 我还是不相信有对我们的存在 我还是不相信有对我们的存在 拿我 来私信我 那我们本期视频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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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